今天是六四事件26周年 每年的今天 香港之联会都会在维多利亚公园 举行烛光悼念会 而今年是香港雨伞运动后的 第一个六四纪念日 今年的气氛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立刻连线到香港 请记者萧怡来告诉我们现场情况 萧怡 好的主播 我现在就在那个幼儿园的现场 其实现在是 在这个香港的市民下班之后 陆陆细细都已经来到了现场 目前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 已占满了超过四个足球场 那今天大会的程序 跟往年都差不多 首先就会播放这个录像 还有很重要的现花仪式 并且会默安一分钟 接着就有包括像 金安母亲的团体代表讲话 还有今年有一个比较特别的 就是要介绍大陆 支持香港云伞运动被捕的人士 一直到整个程序 就从晚上的八点钟开始 一直到九点多结束 其实今年的份文 很多人都担心 因为有本普派的影响 还有些学联没有来参加 这次的集会 他担心会有出席人数的问题 但是我在现场看到了 今年就很多新年的学者来到现场 尤其是一些中学生 那我刚刚也访问中学生 他们说他们完全都没有受到这些 不同意见的影响 他们觉得应该要来 这个维员来参加六四的主观晚会 那刚刚我在现场 也集结采访很多来自大陆的游客 他们有是在当年 他们有的是26岁 就是一直就是在当年 八九民运的 八九年的时候出生的 那他就很希望能够来香港 感受一下 这六四主观集会的 这样一个气氛 他就是很感谢香港人 能够举行这样的活动 其实对他们大陆人来讲 都是很鼓舞的事情